在这个课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 平时在生活当中 其实是学习不到 或者我们从小在成长教育过程当中 学不到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我认为是 在我们经过 世俗的锻炼或者经历以后 能够总结出来的一些 对我们灵魂 或者对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指导 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 其实接触不到的 尤其是当我们拿定了各种各样的主意 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 自己的社会体系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像这种东西 平时我们是接触不到的 那么要靠自己的五性 就是你去误这个人生 你才误得到 而且运用起来 它是 你一定要明白它 你才会应用自如 就是你可以在生活当中 知道各种各样的 所发生 你遇到的那些事情 并且你可以分享给别人 非常好 这个课程 我是到了今天 这个心情是满怀 这种激动 来听你讲话 就是听你讲 分享这些内容 非常非常的好 这不是一般的内容 这个是 那么 这不是真的 真的是由衷的 从内心的这个 讲出这些话 我是想 讲的是就是 回到我的初衷 当时我想参加这个活动的原因 我想找一个组织 能够一起共修 一起打坐 因为我知道 禅修的重要性 所以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大家一起互动 然后呢 分享很多 然后学到很多 就是呼吸方面的技巧 这个是我来这个活动的 主要的目的 然后呢 我通过分享很多 人生中间一些故事啊 还是 不管是人和事啊 那些道理 我觉得主要 还是要回到本心 本源 真的是 不要被这些现象所左右吧 就是所有 五把金钥匙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真理 对背后真理就是 不要被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甚至是不好的 负面的或者怎么样的 不要为他们左右 要懂得付出 或者是 换一种方式 或者是换一种思维 最禅修是个很好的工具 我认为 反正我认为 我禅修了以后 我的头脑会更灵活 然后会 各种怎么处理事情 就是也不能够太 把自己 分泌在一个空间里面打坐 打完坐以后 还要把这些智慧 发展 或者是应用在生活中 就像刚才那个 设例讲的 就是 它是个活的东西 它不是死的知识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 每天生活中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智慧 还是要懂得 怎么去应用的 这个是我觉得 很好的一个点 其实 你刚才每个人说的都很好 尤其是艾比 我觉得 就是 从我个人来说呢 因为昨天 那个课结束之后呢 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让大家思考 其中有一个就是 Who I am 我觉得就是说 我自己 也是大半辈子 走完了之后 其实这一生 有很多次 因为挫折呢 就有人生的思考 就Who I am 就是那种 Social 那种一些思考 每一次思考呢 都有一些 就是今天讨论的 就是像艾丽说的 一些五个点 你应该怎么面对 这些问题 那么 虽然有一些 Social 但是我发现 就是 每个生活阶段呢 遇到的不同问题呢 总会 让那个生活 给你提出 把这个问题 重新提出来 然后呢 因此呢 我在开始这个 这个三天的学习之前呢 我也有过 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就是 也是寻找这方面的答案 比如那个 Meditation呀 还有一些 呼吸的方法呀 还有一些 就是怎么面对 生活中 遇到怎么控制 自己的情绪呀 反正种种的吧 自己已经开始了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 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当然就是 毫不犹豫的 就参加了 我觉得 就是今天 艾丽所讲的这些 就是要点呢 也都是我思考过的 也都是我面临过的 但是正像那个 Sherly说的 我觉得她说的非常 对 就是你需要 不断的坚持 不断的在生活中 去 就实践 才能 就是最终 改变自己 尤其是我们 一生中 很多个人的习惯呀 脾气呀 什么 爱好也好 不管什么 都让你 无形中 形成一种 就是 就行为惯列吧 就是潜意识 就是很多时候 都是 就是让自己的 reaction 就来 来那个 response 这些 所面临的问题 但是后会 事后呢 又觉得 自己 心里并不痛快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 今后 要继续 就是 实践 这个 就像Sherly说的 要不断的 继续努力 终究呢 我相信 就是有一天呢 就是发现了自己 就站 会站在生活的 就是不同角度 去看这个 生活 我觉得 这三天的 学习 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 我也希望 就是有机会 跟着 有共同的 意愿的人 一起 共修 这样呢 就大家有一个磁场 能帮助我 更快的进步 好 谢谢 人生 整个这个过程 咱们也是个 凡人俗子 所以说 不免 有很多 这个 俗的东西 在我的这个生活里 也有很多毛病 逐渐的 想克服 这些东西 尤其是 人老了 所以说 回头 想一想 自己还 还在家里 画点画 等等 要需要一个 专注 专注的话 你要必须专注 就得需要排除 这个 你的心境才行 你的生活 没有其他的干扰 以后你才能专注 所以说 我修一下 这个课 可能会让我更专注一些 专注一点 一些东西 我可以做一点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是我在退休阶段 我想往的事情 我可能刚刚像那个 不是说 那个 我觉得我的性格 其实 本身来说是比较 就比较平衡的 但是我 我会意识到 就是在不同的生活场景 或者是 比如说工作啊 或者平时生活 业余爱好 这些不同的场景 在不同的阶段 和学习过程中 都会 就是会面临所有的 比如说 不同的这种face 然后有不同的一个感想 有时候就是 比如说如果学习 工作很忙的时候 就很难找到那种平衡 然后情绪 因为这个 工作过程中很忙的话 你 逐渐这个压力也会升大 然后可能就是 这种修行吧 就是一种不同的 生活场景的一个反反复复 其他的 我是觉得 你刚刚说的 就是那个五点 Piece of Mind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总结 但是就像 Sherry说的 就是要活出这个知识 你要去不断的实践 我非常感谢 Eli和 Eli和 梦 一直 guiding me through these courses 这个是我 second time to take this course 那我觉得 这一次比上一次 整个的 对他的认知 更上了 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 这个是非常 非常 非常 让我 非常 amazing的一个事情 那无论是从 具体的呼吸 练习 那我现在呢 基本上能够 做到一些 是比较 自己主动的 变成 还没有说 完全 100% 变成 自己的 自己的 东西 但是呢 已经非常 comfortable to go follow 那从这个 从这个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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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 这些 像今天 Elephant share的 这个五点 还有听到 这个 古鲁吉大师的 演讲 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 灵魂上的 一个升华 由于我自己 一直 没有 我也是在 一直寻找 这种东西 在我的生活中 因为出于 一种 人生的 一个变动的 阶段 那非常迷茫 那种种的 经历呢 那让我也是 觉得有点 lost totally lost 那我现在呢 我觉得 虽然短短的 几周的 练习和 guidance 从这个 MUN和 Ele 我非常 感谢 他们的 guidance 那让我 深深的 深深的 有一种 灵魂升华 的感觉 那 从 从 从 第一 Ele 就讲到说 我们人有 七个 Level 的 Energy Level 那我 most of the time 呢 我在 struggle 在 Ego 这个层面上 那 Ego 这个层面呢 那你就会被 给社会的所有的 value 和所有的 information 所捆绑 怎么样去 identify yourself 那就像说 今天的作业 说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and where are you 就是所有的 why 那我也是 非常的 confusing 那我一直 identify 我自己觉得说 我应该是一个 work hard 一个 engineer 我应该在这个 社会上 应该 successful 那所有的 事情应该是 whatever 你用一个 社会的 value 去 去 identify 这个 Ego 的时候 那我就发现 Hey Pandemic suddenly everything upside down whole world upside down 那我自己 又面对 这个工作的 change 然后又面对 人生的 阶段的 change 那这个时候 才发现 就是 20年前 苦苦追求的 一些东西 现在觉得 Is that valuable 什么 就是说 在这种 社会的 在这种 社会上 看到的Ego 所有社会面具 对一个人格的 定义的时候 我现在开始 questioning 这是我 这个两年 在Pandemic 的时候 所有的 经历的时候 我苦苦的 questioning 所以20年前 所以你追求的 一个社会的 形象 社会的面具 一个defined 你应该在 这个社会上 是一个Ego 的形象 我一直苦苦 追求的东西 我整个crush 这是我这两年 一直crush的 因为一些 一些生活的 人生的 也就是在 刚好 在Pandemic 之中 一些人生的 变动 一些事情发生 让我整个 一个人的 这个 灵魂的 一个lost 就整个 mind的lost 我说 我苦苦追求的 这个Ego 根据这个社会 来定义的 每个人的 这个Ego 的东西 已经就 worked totally get lost 那这个时候 我就在 苦苦的追求 这个人生 到底的 真体 是什么 那在 面对 尤其 整个 Pandemic 阶段 整个世界 都面对 死亡的 威胁的时候 你追求的 很多的 Ego 的东西 你的Title 你的House 你的Wealth 所有的东西 还有意义吗 因为整个 世界 是在 最后 end of life 的恐惧中 我是基本上 是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参加这个课之后 我的升华 是在于说 找到了一种 灵魂的升华 真正的说 能够说 在把这个 社会的这个 所defined的 这个Ego 放弃掉以后 真正找到 那个本我 那个真正的本我 那我觉得 今天听到 古日局大师的 讲话 所有的 你把这个本我 找到之后 无论社会 然后还有 Elly今天讲的 这些金钥匙 把他把这些东西 要跟植到 我的脑海里 然后重新 set up 你的 不要再去看 那些Ego的东西 不要被他束缚 然后重新去 找到这个本我的时候 然后又像 Shirley 那样 现在只是说 我们学到了 这个东西 觉得说 从这个Ego的 这个所有 你 这个knowledge里面 你 我们一直上学 做education 来工作 所以人生 大半生 去教育我们 在我们头脑里 根植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 面对这样一个 盘利 没有太大的value 没有太大value 就是说 要放弃这些东西 真正在这个 behind的这个Ego 更高一层次的是 这个本我 这个本我 就是今天 Ali 帮我们share的 和share的 和所有Ali Shirley share的 还有 古入局大师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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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导 这是一种 真正能够找到 本我的感觉 如果 当然shirley share一个非常好 现在对我来说 只是一种 升华和意识 认识到这个 那能不能把它 运用到我 我还有 人生还有一大半的路 要走 现在是人到中年 还有很长的路 以前好像没有学过 这些 也没有意识到这些 更多的是 在受这种 社会教育的 你怎么样去变成 你一个 把你变成一个Ego 你认为 应该这个Ego 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更多的是那样 那现在 抛弃这个东西之后 那再像 shirley shirley 找到本我的时候 那可能生活 会变得 easy一些 也不光是 生活还会是 起起伏伏 大起大落 Pandemic 还是going on 然后你自己 life还是going on 就说你自己 怎么去deal with 怎么样跟这个 社会去connect 这个事情 可能会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放 好的思维 哲理 思维的点 然后去 去go through 你的daily daily life 那这个呢 一个是认知的提升 再一个 还有要practice 真正的用这种 呼吸 因为对于人来讲 你的 我今天 听到古日子大师 就说我们的mind 就是说 我们的mind 是一个flow of the thought every 24 hour 因为我们在 sleep的时候 你的mind 还在run 就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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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thought 都会影响 我们的 every minute 的情绪 也好 你身体的反应 所以这个 能够真正的 用这个呼吸 来够控制 这个mind 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 scientific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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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e 我觉得 安娜 有好多的 好多的 spark 真的 恭喜 我看到 那个爆米发 再爆 好棒 我其实 我觉得 就是我一般来讲 比较后知后觉的 一个人 所以我知道说 我需要 这个medication 我需要 又慢慢的 把它给 把它给吸收 进入我的意识里面 还有 生活习惯里面 这个 我觉得就 就这三天来讲 有第一天 我不知道是因为 天气的变化 还是因为 这个practice 那我就说 是这个practice 这个 就是说 这个medication 第一天 我就知道 我很多的 那个 做我们 做练习的时候 我整个人 有很多的 哈欺 敏感 就流口 流鼻水 就流得很多 第二天就少了 那今天就更少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出了很多东西 出去了 所以就会这样想 然后我就又想到刚才那个是Grooge 还是Grooge 他刚才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 比较深的就是一句话 就说 Your mind is a wave consciousness is the ocean And I really 我就 我就 这个我是感觉到比较深的 把这这三天 完全不管外面 人家说什么都好 做什么都不管你 都是Grooge 把这个修好 什么都搞定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是抓住根本 其实我们做了好多努力 学了好多东西 好多技巧 但是如果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技巧 就是怎么掌握好我们自己的mind 跟自己出好 就很多东西都是费力而不讨好的 你把这一件事情做好了 其他东西很容易就去干净的东西 那我掌握的比较深的就是他这句话 就是 mind is the wave and consciousness is the ocean 那我知道说这个meditation 这个practice 其实就是这个tool that help us to merge into that ocean so which is awesome 对我知道我和Sherry差不多一样 我们是福信的 但是这是我第三第四次上这个课 非常感谢Ali老师 还有红梅老师 还有孟倩 你们对这个课程的付出 Cindy老师 Cindy老师还有 对谢谢 我就长话短说吧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上这个 这个进化呼吸的课 都有一种提升 这次就是更是 我觉得比以前更加深了一些认识 认识是次要的 但是就像Sherry Sherry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知识是要活出来的知识 所以我就 我深有体会 因为参加很多次课程 都对我是一种提升吧 同时呢又加强我对这个修炼 继续修炼的这个信心 我自己当然这个最后这个课 也提出Who are you 然后我就想呢 我就总结一个是 我其实在很久以前 在我接触到生活艺术 这个组织以前 我就意识到我自己是 就爱是我的本源 就是自我本我 这个本我就是爱是这个本我的 我是那个的那个源 那个怎么说呢 就一种源 然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做了以后 就是我能够把握我自己人生的方向 一直在社会上可能还是算成功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上这些课以后呢 我意识到我是用理智来理解很多很多的事情 虽然我的心是认识到我的本源是爱 但是我的这个理智呢 总是在附加很多很多东西进我的体制里 然后我自己的爱呢 不能真正的就传播给别其他人 而是呢以我自己的主主观的意识呢 在用理智替代的去嫁给别人 这样的话就很多时候就发生很多障碍 然后我就觉得 自从接触生活艺术的这些课程 包括这种课程以后 我也上过高级课 我觉得就是 我的这些知识 这些工具的帮助我呢 就减掉所有理智 理智带来的那些压力负担越加越多 我是一点一点的减开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觉得我这个身体 不是从思想上 mind上 整个身体各个方面都在减压 现在就觉得越来就是 这好像飘起来似的感觉 那种轻松的感觉 所以我就想像现在新上课的这些 咱们同学们 能够继续加强每日的这种锻炼 然后你的 你会自己亲身的感受到 从身心上感受到你的身体 和你的mind越来越轻松 这种心智的这种愉悦 你就真是很难让语言 用语言来形容的 我就说这几句吧 我也想说几句 我就说 我今天非常非常高兴 非常非常感动 我第一个感动是 我在Grooji的live session里面 我看到了 Anna 我看到Anna 她满脸笑容 充满一种很宁静的笑容 我那时候我就感动得不行 我知道她几个星期之前的状况 那个 那个状况 我的心里就充满喜悦 为她的变化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 有一种 就是一种灵魂的交汇 我觉得我们都是灵魂 来到肉体就生来体验这一生的 然后很高兴大家都找到了 然后我们都在这儿一块儿 就无比的开心 跟我自己一样 好像我们一辈子走过来 都有各种的课程 各种的那个热度来监考我们 那有的人就在不同的年龄段就 就意识到了 就跳出来了 要戳破这张纸 然后 然后就就好像从我们一个大森林里 迷雾里面要找到一个方向 然后开始慢慢的那个雾就散了 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终点站 我们要走就像薛璃讲的 就像那个鼓励讲的 我们现在要开始走 看到没有看到还在那儿 对吧 然后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我们一起走 我们大家都是support 我们都是灵魂的好朋友 所以从现在开始 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的时光 在等着我们 那我满白希望下来的每一天 我们要不要就身体在 就是要每个礼拜的团练 大家一起练 一起学习知识 otherwise 我们就一起在一起 in spirit 所以非常非常谢谢 大家 谢谢 谢谢孟 谢谢 谢谢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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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